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想怎么开心怎么哭 不可以吗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杨先生43岁来自黑龙江自由之业 有请 王女士39岁来自黑龙江自由之业 有请王女士有请 为啥现在那么想要孩子了呢 具体有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没上班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大眼灯摇眼的 总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 有一次的那个同事打电话呢 就是听见对面有孩子欢声笑语上 就是突然之间就有种想要孩子的那种感觉了 再加上父母也想要孩子 所以说我就想要孩子了 第二件事就是过年回家嘛 有个亲近生病了 然后我们去探望他 就一个护工在护理他 我突然之间就想起来了 就是我们到老了 身边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 这感觉特别可怕 对你想要孩子是吧 对 因为我比较害怕生孩子 也是跟他提前已经说好了 刚结婚的头几年吧 什么都挺好的 现在呢什么都不说了 他出去上班了嘛 下班回来的 我一看他脸色也不太好 我感觉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啊 我就心思问问他嘛 你怎么得了呀 然后人家瞅得不瞅之间 我没事跟你说你也不懂 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吧 对啊 还有啥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他以前他有什么事 比如说同事 要是请他吃个饭呀 或者是临时有个加班呀 他都会提前告诉我一声 可是那段时间呢 我有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 你晚上会不会回来吃饭呀 他说我回去吃 我就多了一桌菜 在家等他 左等不回来 右等也不回来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我发消息他也不回 那不是刚下班 临时有事吗 同事非得说要聚餐 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嘛 我就跟他去了 那你去了的话 你就是连个发信息的时间 都没有吗 这么长时间不回去 你应该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吃了 你就自己吃吧 我自己在家吃饭 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吃了 他回来的时候 他又说我不等他 吃也不对 不吃也不对 那行 你一次是你忘了 后来两次三次 好多次你都是这样啊 你有的时候 你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 你都不回来呀 你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你干什么去了 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傻的 我连饭都没吃 你都不管我吗 我挺好奇啊 先生 就这想生孩子 不是应该对老婆好吗 要不然你怎么生啊 为什么反而你用这种态度对他呢 就是突然之间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感觉 就是想发脾气 并不是说 我故意跟他发脾气 感觉控制不住 他以前 主持人以前对我特别上心 我们刚结婚那头几年吧 不管是结婚天天日啊 我的生日啊 还有平时一个 很小的一个节日 他都特别上心 总有的一些小惊喜 现在肯定不会了是吧 现在 你问他现在什么样啊 虽然过分到去年 他连我们结婚今年日 他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工作不忙吗 忘了 那我就说 咱们两个就出去吃一顿饭 不可以吗 我也没说让你怎么样呀 吃饭每天不都能吃吗 是 每天都能吃饭 那每天吃饭和结婚今年日 能一样吗 你知道他竟然过分到什么吗 他竟然跟我说 你要想吃 你自己去吃呗 那你觉得他说这话对吗 他现在的态度对吗 我要自己去吃的话 我还要你干嘛呀 他现在的态度 他就是在比我生孩子 不是 这么爱你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不想给他生孩子呢 我特别好奇啊 您的描述 这个男人曾经非常的爱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说过 他特别害怕 特别恐惧生孩子 现在工作怎么样 现在就是打零工 为啥呀 因为我不想把这死身子 就是在工厂里上班 每天把我那个后半生 绑在那个工厂里面 民工打得怎么样 收入怎么样 收入还可以吧 也不比在工厂里上班 挣得少吧 未来如果要孩子的话 咱们不得攒点钱什么的吗 他不想生孩子吧 我无论挣多少 就是感觉我们够花就可以了 他就是嘴上说得好听 自己啊 他现在那个臭脾气啊 特别暴躁 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 你有没有觉得 他现在对生活的态度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现在生活态度 感觉他特别颓废 特别不积极 而且情绪方面吧 就感觉像 对着一个定时炸弹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会爆发 而且他那个干什么 他都不积极了 比如说干什么不积极呢 我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我也是为了 为我们将来考虑一下吧 然后我就想让他找一个 相对于稳定的工作 你既然咱有那个能力 稍微多挣多一些 以后你起码 你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有一份五险一金吧 到老了 咱干不动的一天 有一个保障呀 我现在我可以去打工 那我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去打工吗 你可以去打工 有人要你吗 本来那时候 那次我托这边朋友 帮他找了一个 相对于轻松 挣得高一点的工作 我不是说让你去干 多么多么累的活 那你起码你得试一试 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嘛 他倒好 他是怎么做的呀 当初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想去 为什么要强迫我去呢 那我是为了什么呀 我不是也为了 咱们以后考虑吗 对 说到你们的以后 你规划一下 你们的以后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就是想要先工作 攒点钱 攒点钱之后呢 然后把我们现在 所住的房子换掉 换一种那种养老社区 那样的话 对我们以后老了 起码有人给你送个饭呀 有人帮你 收拾一下屋子呀 起码就是 对我们老了 有一个保障 但是他不同意呀 为啥 我们把这个钱 就是活在当下不好吗 快乐一天是一天呢 你现在是快乐了 那以后呢 你不为我们以后考虑吗 我们的岁数 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不是有养老保险吗 那我想过好一点的生活 难道不对吗 我觉得他这些都是借口 他就是想让我 给他生孩子 就是我不想给他生 然后他就在报复我 我再问啊 你说他现在变得消极对吧 他以前的消费官 是个什么消费官 以前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他都挺积极的工作呀 然后那个也平时 就是该花的花 也没有说什么乱花钱 因为有正是工作嘛 现在呢 现在就是自从我跟他说完了 我拒绝他了之后吧 然后我感觉他 哎呀 对我 对生活都特别不上心 工作的时候 也就是找那种短期工 甚至有可能我休息的这段时间 比我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反正我有钱花呀 那现在乱花钱吗 乱花呀 我觉得他就是乱花钱 你挣的那些钱 是足够你自己花的 但是那你总得为我们 以后攒点钱吧 他今天 他时间一家手机好了 哎呀 我想换一个 明天我又想换那个 那个小音箱 哎呀 咱家这个不好了 我又去买 我觉得他买那些东西 没什么大用呀 他过去是这样 过去也买 但是 不像现在这样 以前这么得多呀 对呀 以前我们有固定的收入 你这些小的开销啊 你喜欢这些东西 我没有不让你买 我不是说不让他花钱 你可以买这些东西 但是你得有一定的基础啊 你有那份收入的话你去买 你现在你工作你都不积极了 你还去乱花那些钱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钱够花就可以呗 再说我花的钱 是我自己挣的 我有一部分 是不是也不贴家用吗 我本身吧 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好 我就喜欢养点小花 花什么的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在家嘛 他不好 我心情也不好 我就觉得养点花 我看看花啊 我挺开心的 那我买花又不贵 然后他也来说我 你买我就给你送人 送了吗 我买完了 他就都给我送人了 你不是说攒钱吗 我心情好呀 我看着我心情好呀 没什么用 我对我心情好呀 静静地面对的时候 先生的这个心里面 起了巨大的波来 是吧 一定要要孩子是吧 其实我就是想要 但是他不想生 我也不强求的 但是就是情绪不好是吧 对 我就感觉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刚才其实问过 那个扎心的问题 我还要问一下 你爱这个男人吗 真爱吗 他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吧 为什么不想给他生一个呢 就是一种恐惧 我以前我是做护士的嘛 就是总是面临那些 产妇生产呀什么的 哎呦我的那种痛苦 我就是心里越来越恐惧 特别特别恐惧 我也不知道 但是身边有好多 护士同事什么的呀 也都不结婚的那种 两个人生活的也都挺好的 我再问个问题 也不是非得要孩子吗 我再问个问题啊 应该是爱老婆的对吧 我非常爱 那算了吧 你既然非常爱 你就不要那孩子了呗 叫什么劲呢夫妻俩 我也并不是说非得逼他 就是我就是有一些 就是突然之间嘛 就是想要了 但是我也没逼他呀 那你为什么这么冷淡的 或者冷卧的对吧 并不是冷淡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不生的话离婚吗 不想离 不想离和不离是两回事啊 离婚吗 不离 不离 但是这么过着有意思吗 你也控制不了 天天伤害他 他心里也难受 你心里也难受 我想在一起 有可能 以后我会慢慢改变呢 如果变不了呢 就是今天其实你看啊 只是因为疫情期间 在家里头 突然听到了一个电话 就这样了 回了趟老家 突然看到了一个长辈 有人照顾 一个护工在照顾 就这样了 那可能再度过个十年二十年 你这个渴望会更厉害啊 怎么办呢 没办法 只能说是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但是 你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你又克制不住情绪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尽量克制 可以 接受这样的男人吗 现在这个状态 不太能接受 爱他吗 真爱他吗 爱他为什么不给他 生个孩子呢 这是个死结 我改变不了 这就好像说 我爱你 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 是吧 但是我不能为你生孩子 因为在孩子和我的生命之间 我宁可放弃生命 但是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逻辑荒谬啊 生孩子就是个痛苦嘛 恐惧 克服不了 爱也战胜不了 那明白了 时间留给各位老师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我是医生 你是护士 咱们是医疗行业 但是我可能偏心理 因为我特别听到说 你对生孩子特别恐惧 这是你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那好 那请问 如果这个恐惧 也是一个病的话 如果我帮你解决的话 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还是不想说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愿意尝试 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岁数也大了 我已经快40岁了 再生孩子的话 我也不能保证 孩子的质量有多么好 其实我现在 我想跟他生孩子的话 到了40多岁了 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60多岁了 他都多大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说 来在你面前的恐惧 恐惧也只是 你不生孩子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后一旦 谁要想动你这个理由的时候 对不起 余大夫 我不给你这机会 你们在说孩子这件事情里面 我不这么看 我看到的是背后你们的逻辑 你们以为这孩子生还是不生 你坚守你婚前的承诺 他说正常的生活 应该有个孩子做调剂 人难免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认为 这孩子生与不生 你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你一直说他百依百顺 请问 当时你就一直没脾气吗 他干什么你都心甘情愿吗 当时 就没有自己压抑的时候 忍着的时候 就为了照顾他 有没有 当时没有 当时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他以前脾气 确实特别特别好 对 然后突然就经过这件事变成 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所以我也在探求这个问题 请问 当时他对你好吗 对我也好 也就是说 你的要求或者你的需求 他也能尽量满足你 对吧 对 那我就得说你了 这个你的生命里面 除了孩子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了吗 有啊 就是他 但是这也是假话 你内心里很多的压抑 你都不知道 所有都百依百顺 到现在又不顺了 怎么可能呢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能理解 但这些情绪 只是因为 他不给你生孩子 造成的吗 我倒认为 女方有些 强势的地方 他所说的 百依百顺的地方 按照他的方式主导 也慢慢慢慢地 让你有些不舒服了 除了生孩子之外 有可能有点 有可能有点吧 慢慢去觉察 所以我倒看 这有点是 青春期反叛的孩子一样 一开始特别听话 这孩子 但是他慢慢长大了呀 他有新的想法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没办法 像小时候一样 就一直听话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希望他 百依百顺 他压抑了 当然生孩子这件事情 你的拒绝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可以说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并不全部 是这个原因 从场上 你俩的气场 就可以看到 你的气场比较大的 而且还有一点 你很固执 我很尊重 女人想生孩子 不想生孩子 她也尊重你了 只是她自己控制不了 这情绪问题 也不好讲 是吧 但是话说说来 你的问题是固执 不是生孩子 不生孩子 这个权力问题 不是那个事 或者说 余大夫 今天你说了 给我出个主意 解决恐惧问题 我试试 我试完了 我再说 再做决定 也算是对自己的尊重 和对老公的尊重 而不是 连走都不走 事都不是 然后就说 不行 这个对老公不尊重 不是生与不生的问题 而是就这件事情上 你没做常识 人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拿着一个观点 一辈子 一根筋 然后奉行到底 还美心明约 我说话算数 人到一定层次上来讲 就不太用对错来说话了 而是用什么 怎么过更好 你们日子过得好吗 明显不好 我在这舞台上 那么多年了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当着 已婚夫妻那边说 你们不行 考虑一下分吧 今天我有了这个想法 如果生命都没有了 激情都没有了 你好像婚姻干啥 日子过得不快乐了 非得拿个 那个板 把两眼拴一块 彼此相虐 那有意思吗 其实我今天看来 就是一对中年夫妻 在面对生活的变化 或者是 我们整个大环境 变化时候的 脆弱和不堪 可能女士 因为自己的性格 还算是乐观的是积极的 但男士明显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 变化当中 被打趴下 就她满身都是焦虑 对未来的危机和恐惧 女士你要多去 观察到的是这一点 而不是生不生孩子 就是到了她这个年龄 四十多岁 突然失业 没有稳定收入 为什么突然就想要孩子了 其实这样一个状态 是不适合养孩子的 对未来没有规划 没有固定收入 拿什么养孩子 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产生了想要孩子的想法 因为她对未来很害怕 她的情感没有地方寄托 她的未来 不知道 当她真的老的时候 依靠在哪里 你们的婚姻如果想风平浪静 现在是不可能 但要想度过这段不愉快的时光 就是需要夫妻合力 中年危机嘛 这男生身上太明显了 她是真的想要孩子吗 我觉得不是 她就是没有安全感 她就觉得我的情感无处可疑 我的未来无处可疑 但是先生 你想指望孩子呀 你爹娘指望上你多少啊 你还想指望你的下一代 给你生活的期待 给你未来的指望吗 我劝你死了这个心 你如果摆不正这个想法 你就算跟她离了 找一个姑娘给你生孩子 你依然老无所依 你想要孩子 那不是真想要 你是真的害怕未来 但是未来只能在你自己手里掌握 只能靠你给自己生活做好规划 今天干什么 明天要怎样 一个孩子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你们之间根本不是 生不生孩子的问题 而是如何重新树立生活的方向 和生活的状态的问题 这个生孩子真的只是 你表现出来一种状态 你的核心内在的焦虑 根本不是孩子能解决的 你不信你生完孩子 你更焦虑 拿啥养人家呀 固定工作都没有 然后回头孩子一哭一闹 夫妻俩在因为孩子教育问题 吵一架 干完了 所以你生不生孩子 先生我建议你放在其次 先去把自己的生活树立起来 怎么去好好过日子 怎么把你们夫妻二人的生活经营好 再去想生孩子的事 问女生两个问题 你觉得在孩子问题出现之前 你们过得好吗 我觉得非常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老公出了意外 需要你可能把某个器官 要奉献给他 就算是很久不见了 就算是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 我去做一个但是 我去做一个就是 我们去做一个 我去做一个 我们去做一个 三个月 就算是一个 我们来说 就算是两个月 看我 我 看我 现在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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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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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就不想生 以前你答应好我的 对吧 你怎么可以现在 说话不算了呢 你为什么天天出去打短工 你就不能有一个长期工作吗 就是这个状态 你能不能换一个态度 跟他相处 你的行为是 对方不生这个孩子 你所有的生活都不入正轨 对 你明明有你的想法 为什么你不说呢 如果我就不生 你打算怎么办 来 直说 你不想生就不生 我没说 如果我就是不生 你打算怎么办 直说 直说也是 不想生就不生 我已经很努力 想让你说出自己心里话了 如果你还是这么表达 那接下来一切的承受 都是自找 也就是说 他就算不跟你生孩子 你也没有可能跟他离婚 那将来你会不会 一直这么委委屈屈的 生活不上正轨 工作就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跟他的感情生活 就是每天一天到晚冷冰冰 会这样吗 不会 我会尽量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的 你既然嘴里说着不会 你用这样的生活状态 你在惩罚谁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 生活状态惩罚他 你有什么话 你可以跟他说呀 你不跟我生孩子 我跟你过日子很不幸福 所以我现在 没有奋斗的理由 你换一种态度 跟他说 你把他当成年人 他才可以扮演一个成年人啊 李老师刚才一直在鼓励你 要表达你的心声 其实人们更希望 你能够做真实的你自己 如果一直在伪装 大家都累 日子是过不好的 为什么你的老婆 变得也那么固执 这一层面也和你有关系 所以还是那句话 生孩子背后 到底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自己真正的 本身的问题是什么 非常重要 为什么李老师跟你急呀 急在哪儿的呀 他坦诚 看起来他特讨厌 其实你坦诚啊 不管怎么样 我坦诚 我说实话 我就是不想生 你别管什么理由 我就不生 这就是他的生活状态 挺好的 那你坚持啊 你的甲夹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 我们不用爱这个东西 绑架别人 但是至少 爱合一给人一些改变的力量吧 这个力量我们看不到啊 这不就于老师刚才说那个话吗 如果这是个病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我不愿意 我就不 俩孩子 只有孩子在抢糖的时候才这样 你把这糖给我 不给不给就打 打不过怎么办 打不过就哭 哭了还没用怎么办 就在那儿撩卷子 但是小朋友都知道 撩一会儿卷子 撩累了就起来了 两个小朋友还和好 那是小朋友的方式 你们成年人啊 解决问题啊 解决问题啊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号 其实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我心里也明白 我就是想 我们有个孩子 但是你不同意我 我不会强求你的 但是只要我们 以后过得开心就好 你说的赚钱 我以后会努力 我觉得 我对你现在 看不到任何希望 你知道吗 就是你给我的 就是这段时间 给我的变化太大了 我现在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我之前我也跟你说好了 是不要孩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所做的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做的事 也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好 我想我们以后的生活 过得好一些 我有什么错吗 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特别颓废 我有点接受不了 做你自己的选择就行 谢谢两位请回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范例 就大家老说 哎呀 大底线不一样的时候 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 核心利益 有冲突的时候 怎么样 就是这样 这不就是触及到了 一个个体 一个生命体的 最核心利益吗 我想有一个孩子 有错吗 你作为我的妻子 你还能生育 你帮我生一个孩子 我有错吗 没错 作为妻子来说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想做母亲 我可以很爱你 但是我没有做好 做母亲的准备 我一辈子也不想 做一个母亲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只要我爱你 你爱我就够了 也没错 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那个女人 应该找一个 接受她这个观念的男人 那个男人应该找一个 爱她 并且愿意为她 生一个孩子的女人 所以看她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觉得她这个人太事了 把很多事情都搞得很麻烦 我只是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 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还得理不饶人 我觉得和她在一起后 越来越累 很多事情 她就是总是得过且过的 如果我不管 谁管啊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豪 23岁来自长春 自由职业 有请 小金 22岁来自长春学生 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快两年了 觉得她做事儿 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开始就是感觉 就她特别细节 然后什么就给我很多感动 然后结果到后来吧 发现她就是特别事儿 而且是什么事儿特别较真 就基本小事儿在她眼 就全能变成就是大事儿 而且都变得特别麻烦 什么事儿啊 你有这感受呢 就比如说我平时 我在网上买东西 然后我看到东西 这个东西挺好的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两三天到了之后 我收到这东西 我老开心了 然后我跟她分享 然后她呢 就是一盆冷水 她就泼下来 那我确实就是觉得 她买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有更好的选择 我也觉得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呀 我之前也是按照她这个办法做的 我告诉她 我说这个挺好的 她基本就挑了一周时间 结果挑出来 最后和我要买的那个原本价格 就差两块钱 而且但是我基本总买的那个店铺 我特别熟悉 我特别了解 我自己用在脸上的东西 我就买 我总买那家我就放心 但我不明白你 为什么我都总是买过了 都已经买完了 你还要这么说 而且不如这次 还有我平时在中午订外卖的时候 那就正常人 都是人家想吃啥 人家就吃啥呗 然后我 那天中午我订了个炸鸡 他上来就说 说你往嘴里塞垃圾呢 我吃得特别开心 他总是就是把他的负面情绪 就向我表达 当时我瞬间 看着我的那个炸鸡 我就吃也不行 不吃也不行 这个就是主要是因为 平时我挺注意 就这些饮食习惯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那个挺胖的 减过肥 所以说我对就是 外卖什么的就是平时我不怎么吃鸡 然后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跟他说 我说不要就是经常吃这些外卖什么的 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健康 那你今天管我中午吃炸鸡 明天管我就不能穿裙子 那这种小事 他总是打了就为我好的旗号 希望就是说 我确实就是为了你好 他就是说为了我好 希望我按照他的事情那么做 我这不也关心你吗 少吃点油炸的食品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就是 我很少吃 这就不是事 这都不是事 还有大事吗 还有拍照 我觉得我俩就是完全 拍照也是大事了 听大事 都是很大的事 我俩就完全相反 就正常都是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照 然后一般不都有女生不满意吗 就拍照 我还有我闺蜜她们出去玩 我们去的是游乐场 她到那一进门就让我给她拍照 我给她拍了能有三四十张了 没有一张她满意的 她跟我说她后面有垃圾袋 要不就是疯把她头发 把她造型吹乱了 我说了有错吗 你这样的照片有一张能看吗 她特别较真 一天的时间 我们就根本没玩 就全程都在给她拍照 那天是我们好不容易 就是出去玩一趟 而且那天还有她一个闺蜜 还有她闺蜜的男朋友什么的 然后是我们四个人一块出去玩的 我平时出去呢 也是经常让她给我拍照 她闺蜜 然后也挺爱拍照 然后我们就是 同路中人 对 同路中人 就是志诚道合 就是一块交流一下 然后也让她参与 一块参与 就是她让我参与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她跟我说 这块好你拍出来肯定出效果 我在那拍 站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给我拍吗 我说怎么样 她说OK 然后我过去一看 我说照片 一张没有 她照完的全都给我删了 她说没有一张满意 没有一张能看的 别照我 我怕给你看的不好看 你说不好看 我才怕你生气啊 我在那站了半个小时 一张能看的没有 我不觉得好看不好看 就是你给我几张 就留念就行 咱们就赶紧拍完 就去下一个地方 她也不得 就是拍完 必须当场 把那图片修完之后 才能走 去完那个游乐场 我们基本就是进了个门 啥也没玩之后 就全都走了 不是 那我拍完这 跟我想的根本都不一样 咱照相都照完了 那为啥就不一件事 做到底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玩呢 我们主要是出来玩的 又不是主要拍照 那你要拍照 你为啥不去艺术照馆 你天天 你就让人摄影师给你拍呗 行行行 就放在这吧 这事大事是吧 还有更大 我们出去旅行 我俩一人连个小箱 上个飞机 直接到那了 多好的事啊 他就是非得要带三四个箱子 他要把热水壶 穿单被罩 他全带着 他说人家酒店的 肯定不干净 到那个机场了 我们要额外办托运 就在那办 花老多钱 好不容易出去玩 去一次农家乐 他还在很远的地方 他还订了个酒店 去农家乐吃个汗 然后我住酒店还不行了 住酒店不一点问 你想吧 住那个农家乐 地上全是老蟑螂 就是不能住了 人家都在住挺高兴的 就咱俩来回折的 人家看咱俩像神经兵一样 你出去玩还把这个像 再说了 我拎香又咋的了 我出去玩哪有不拎香 多拎点香有啥不好的啊 酒店的热水壶 你让他拎吗 我不让他拎 我拎啊 这就没毛病了 孩子 多好多细致啊 我心细点怎么有什么不好的啊 就是说三四个香 好像搬起家阿姨啊 多浮夸啊 就是你做的事情 你说是为我好 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就感觉特别麻烦 而且就什么事 他就是好像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人家他朋友 找他去做个兼职 跟他说500块钱一天 都已经说好了 他到那直接跟人工作人员 抄抄起来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为啥呀 他说到那人家跟我说 400块钱一天 然后他直接就问人家 不对呀 不是给500块钱吗 咋到你这边400块钱了 他就这么跟人一抄抄 后来我一问 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是人家朋友没赚他的钱 抽了别人每人100块钱 你朋友跟你那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就算当时你到哪发现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你可以私下问的 你直接当场 你和人家抄抄起来了 有些事我觉得 咱俩不当时就搞清楚 就给他干活 我觉得不太靠谱了 我就觉得 而且那当时没去的时候 他是说500 那去的时候他说400 我就觉得这挺有问题的 我才去找他理论一下 我觉得他还是搞清楚了 他朋友基本就有什么事 都不叫他了 而且还有就是我吃饭 我就特别害怕和他一起去 他基本看人家服务员 上菜上麦了 或者是把菜放在那个面前 就是可能声音大了点 要跟人理论 说什么 你这服务态度不行啊 然后啥的 我觉得就是服务行业 你就体谅一点吧 这也不算啥了 就是和我家长 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火锅锅里面 有根头发 他直接就说 不行 你们这有根头发 然后人家服务员跟他说 就是给他换一道菜 他也说不行 然后就又找店长 店长说给你直接免单行不行 他说不行 人家就问他想咋的 他就说 你们得给我写一个那个说明书 我要是这七天之内 有任何毛病了 我觉得没有啥问题啊 对啊 那我跟他父母一块去吃的饭 而且你知道当时 桌上还有老人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挺有这必要的 我也不差那一顿饭钱 我也不用你给我免单 我就让你给我写个证明 那万一呢 你说我们吃的还不是别的 吃的火锅 你说吃到最后了 发现锅里有个大肠头 但是最后那一顿饭 我们全家都没吃好 就一直看他和那个店长 抄出来着 回去的时候我家长说 这孩子也太小心眼了 也太矫情了 父母说他小心眼啊 矫情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点 有点小提大作吧 是觉得他特较真吗 就不止较真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 不是正常的较真了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说刚跟他接触的时候 觉得小伙子挺好 是吧 我觉得他很细节 细致 周到 体贴 是不是 对 然后后来这些所有的好 就变成了你眼睛当中的找事 较真 你知道吗 一根筋 一根筋 我不管什么节日 我不管什么节日 我都会提前 好几天我就会给他准备礼物 多好啊 好多女生不都羡慕吗 不是 你知道就是 现在已经就什么样吗 就是他白色情人节过 黑色情人节过 绿色情人节过 啥叫黑色 亲亲情人节他全过 就是每个月那个情人节 他都得过一遍 然后我有时候下课 要五六点钟 可能就是回去没给他送礼物 他给我给了个礼物 他就能一直叨叨 就是像一直在我脑袋里 忘了在那 我觉得他能就是把这件事忘了 我就觉得他真就是挺不在乎的 就是每一个节日 我都提前好几天我就想 就是这个节日我要给他准备什么 我怎么跟他过 我要给他准备什么礼物 然后就是每次到他那 就是我忘了怎么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 这不是什么礼物礼物的问题 就是他真就是不怎么在乎我 不是啊 那怎么能用一个礼物 就衡量不到我在不在乎你了呢 而且就是 有很多节日 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吧 那你以后清明节你也想过 行吧 这个事就算很大了 影响两个人的感情是吧 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呢 目的就是 我有时候跟他聊天啊 我就感觉有点泪停 有点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每天我就害怕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我就落下了一点什么东西 或者是落下了一个节日 或者落下了什么 你跟他过得很紧张 对 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 就是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是 到现在快两年了 我真的就是一直都挺在乎的 而且每一件事我都挺伤心的 特认真是吧 对 我很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姑娘其实讲了两类事 一类事是对内的 对吧 你说吃饭啊 他管你吃菜啊 这是对内的对吧 另外一部分是对外的对吧 他跟外界接触的时候 你觉得他在跟外界那种态度上面 给你带来了麻烦 你现在跟他在一起相处 你是担心 有点担惊受怕 害怕万一自己哪个地方没注意 他火了 影响你们的感情 是这意思吧 而且我还有点就是害怕 就是以后会不会 还会有这种小事变大事 但我没注意到 但是 你害怕随便一点什么小事 被他升级了 是吧 所以那目的呢 就是我有时候跟他说 我说你别总就是说 有些事情我问你为什么 他总是说都是为了我好 然后让我去干嘛去干嘛 所以你其实是希望 这个男生做一些调整对吧 嗯 你理想当中还是这个人 他做哪些调整 你就接受了 觉得太好了 我不希望就是有一些 在一些小事上 他就特别过于的 就是希望我干嘛 就是希望我调整成他 一定要那样的状态 我要不调整的话 他就会生气还是什么 所以你希望男生能够 稍微地降低一下 他对你和对生活的一些 严苛的要求在你眼里 是这意思吗 我希望他就是 就不要在就是 什么小事上 就都那样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今天你的这个行为 你已经成功地成为了他了 不就这么点小事吗 至于把它弄得这么大吗 不是小事 就是这都是生活中 每一件事你知道吗 就是生活中 我无时无刻都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就感觉 一分钟又出现这个事了 下一分钟又那个事了 特别窒息 都窒息了 很窒息 好 那咱跟他分手吧 这就不能提这个词是吧 不是 就是 怎么了 但是我有时候去想想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还不想 就是还不想那样 一提这个词 两个年轻人都累汪汪的 我没觉得你有那么细心啊 他哭了我也没见你有什么反应啊 行了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你爱你朋友是吧 很爱很爱 做了很多 但是为什么把他给爱哭了呢 此刻这个泪水 肯定不是感动的泪水 为什么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有一些事情 可能我做的真的是挺过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我真的是为了他好 而且我也真的是法子内心的 为了他好 我这里有几个词 第一 你的口头语是 我觉得 请记住 把我觉得变成 他感受到 你认为的和你觉得的 如果你真的是 出发点是好的话 那对方一定是开心的 如果对方不开心 没有感觉到好 那个好 不是真好 而有些时候 所谓的你觉得 那都是你的标准 是强加给他的 你做了很多 你也付出了很多 但是女朋友并没有开心 这个是需要你反省的 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 如果没有猜错了 一般来讲可能是一个妈妈 跟你类似 比较注重 你生活当中细节 所以慢慢的 你也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在你的概念里面 还有第二个词 就是我说的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今天你穿的衣服非常好 一面是绿色 一面是黄色 它大概告诉我们说 任何事情 它有两面性 它没有一定这样 必须那样 所以在你的价值观里面 要学会变通 变通的目的是 为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你说的其实 都是对的 但是有些道理是伤人的 因为 你讲道理的同时 女朋友 被挑剔的感觉 有被否定的感觉 最后 他在那里面 就因为 你美清明月的 我对你好 最后 他又不得不忍受这些 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 你是爱他的 所以我大概猜测 刚才你的哭 就是觉得 其实他挺好的 但是这种好里面 有虐 所以说分手 真的又舍不得 让你哭笑不得 这就是你最尴尬的地方 小事不小 那意味着生活当中 累积下来 最后 两人是很压抑的 你并不快乐 你对服务员的挑剔 很多细细的挑剔 说明你的包容心不够 这个世界 好坏对错 上下左右 它都有两面性 所以你不能完全 都追求一面性的好 然后女朋友这边呢 我想说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也同时 你要照顾她的情绪 因为她本身 是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她给了你一些 不舒服的感觉 但适当的 也同时 你也不要一味去挑剔她 其实你挑剔她 就成为了她 你也适当地鼓励她一下 注重对方的情绪 性格的确不好改变 但是只要你愿意去觉察 愿意去反省 其实还是可以的 好吧 我认为你们是相爱的 但是不懂得变通 也不懂得怎么去包容 就很美好 很简单的一份感情 但是就像女生说的 即便她再知道你爱她 男生 即便她心里其实也挺爱你的 但是真的 美好的感受 会被细节打倒 她真的不舒服 这份纯真的美好 在日日的不舒服当中 就是会被消耗 如果 持续这样下去 那迟早有一天 就是再见 当你再出现和她不愉快的时候 记住四个字 抓大放小 给你举一个例子 吃火锅 遇到了锅里有脏东西 是 这个事情很恶心很不好 应该理论 但是一家人坐在那 老人坐在那 不是你该出头破坏气氛的时候 看看长辈怎么做 顾全大局 自己的小不舒服 小不愉快 自己稍微消化一下 女朋友吃炸鸡的时候 是不健康 但她那么高兴 她就爱吃那个 偶尔吃一次 也死不了 注重大局 不要老盯着细节 她就舒服了 你用 合适的态度 去把你健康的理念 慢慢地让她去接受 这是唯一的方法 抓大放小 你就会让生活的细节 她多少舒服一点 你的爱就有地方放 就能放到 让大家都愉快的方向 而不是老让她不愉快 女生 你知道喜欢她的是什么吗 就是她对你的认真 她很爱你 她老是小细节 为你想的特别多 有点烦 但你喜欢的 不就是她的认真吗 她如果有一天 变成无所谓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无所谓 你父母在我 吊耳朗当的我 我不理你们 你更该哭了 对吗 所以你就想到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爱的就是一个认真 执着 有点 这个吧 老注重细节 挺烦的一个人 这是她的优点 也是她的缺点 就像应病是有两面的 像于老师说的 接受 接受 你大大咧咧的性格 和这样一个细致 用心的男生在一起 未见的就不好 也许在你们以后人生中 遇到的很多事情面前 她还真的能给你一些帮助 所以你就告诉自己 当我烦她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爱的也是这一点 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